竟然可以剪了5公斤 到现在我的心脚痛没有再发作了 朋友发现我的脸色好像是气色比较好 新加坡健康挑战21DT次圆圆了 以科学方式来证明控制口语 培养全植物性饮食习惯 确实对健康有帮助 其中活跃社交平台的参与者 也为自己记录了整个过程 很期待现在快点回家吃饭 那这个是糙米饭 这一个没有错的话是水煮的 一开始我又觉得太淡了 调整一下心态这餐饭还是吃得下去了 在这21天挑战里 除了实时关心参与者 错备小组还整理每天的便当营养成分 共参考 完成挑战的参与者 大部分健康都得到改善 那这两位偏高的血糖的参与者 吃完这大概21天之后 全部都正常 我有血压高的问题 那么吃了健康仓之后 我的这个血压都保持在良好 和正常的这个水平 运血报告绝对不会骗人的 我每年都需要去复诊 然后医生就用去年的跟今年的来来 就是看了然后就跟我说 哇 你不要试试比较厚 因为你达5k吃 你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然后我们都要去扣服 让我们的食品 所以就是说这个挑战确实很好 志工为健康挑战21特别创作的歌曲 活力十足 鼓励着美人在全植物性饮食里 吃得健康 吃出快乐 在新闻李嘉一新加坡报道